那比如说你在选择香水的时候 你会 选择香水的时候 我会 故意地去选择 味道稍微会重一点的 对 因为平时有的时候在做事 就是把那个香气重一点 然后让人觉得 有品味的 稍微有品味一样 对 没有 你本来就很有品味 但其实我在生活中在怎么样 就是反差感很大的一个人 我跟我朋友们在一起 其实也是一个搞笑男 其实我很搞笑 我期待看到你这一面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出来 也让我感觉 你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现在状态特别好 是吗 然后也是今天出来发现你 你很会照顾人 其实 我一直以为 给我的印象是那种 你还是有点 没有什么主见 没有什么想法那种 可能就是 需要别人引导的那种 但是今天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你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是很有想法的 而且就是你 你还是蛮能给人安全感的那种人 对 而且就是 就是你是我意想不到的那种 细心 就比如说今天 我们遇到之后 然后你在规划路程 然后你还会在纸上写 到这是多少公里 然后我们在什么时间返回 这夸的 老张那已经开始写文案了 你看着 从咱这到这是43公里 老张 老张太让我感动了 感觉老张用心了 老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反正我今天会觉得 哇 老张原来是 不是我之前认识的样子 你这种侃侃而谈的状态 就是很吸引人的一个状态 我能感受到 你是在 看大家的一些状态 然后你去做什么 我就感觉你其实也是在 照顾大家的感受 就包括 只是我们的方式 可能不太一样 你是那种 我跟你开个玩笑 然后怎么嘻嘻哈哈 怎么怎么样 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你也没有太 注意自己的一些感受 现在的我 会有种保护照 就那种感觉吧 你这保护层 但我觉得其实你还是 挺真诚的 挺真实的一个人 说到小马心里去了 没有 小马 以后不能跟你叫马姐了 小马就是小马 是不是 潘潘总是乱开玩笑 我跟你在那儿 下次 下次再瞎开玩笑 你一头我就 真的是